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小弟呢最近獲得了一個獎項 登登登登 東赫超人人先生 榮獲本校第三屆傑出校友 然後校長是溫順德 那是我以前高中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老師 想不到十年過去啊 少年長大啦 老師變校長啦 哈哈哈哈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 那為什麼要拍這一集呢 其實因為非常多的網友 都在跟我們敲碗 就說你都教一些基礎的 你什麼時候來教一個智廠 教一個東西怎麼樣把東西完成 好我今天就來教給大家 為了慶祝創校50周年 所以學校也跟小弟收藏了 一個非常大型的金屬雕塑 而金屬雕塑是怎麼做的呢 它的工序其實非常的繁複非常的繁瑣 那今天呢我們會教大家 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全部的簡單的流程 因為裡面有非常多的步驟 它其實不是一個15分鐘的影片拍得完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集 會把大家的全部的簡單步驟 把它劃分出來之後 以後只要你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你一定會看到每一個東西的技術 跟每一個東西的做法要如何製作 那你就可以一個人自己開公司啦 哈哈哈哈 好那第一步呢 當然你每次要創作一個東西 總是會有非常繁複的創作理念 不過這個東西 我們就放在臉書上面來告訴大家 我們超認真上來的頻道 就是教大家一些製程的部分 第一步首先先畫圖 那畫圖方式有很多種 你可以畫在A字上 你可以畫在iPad上 你也可以畫在AI上 你也可以畫在AutoCAD上 反正隨便你爽就好了 只要這東西呢 它能夠讓你幫助你計算尺寸的東西 就可以 那這次比較特別呢 是在這個雕塑的背上呢 我們想要放到整個學校的校園的一個 3D建構圖 所以呢 我們花了一個蠻多的時間在於 畫這個學校的整個校園3D圖 當你畫完你的設計圖 或畫完你的草稿之後呢 第二步就是當然要始作啦 就通常我們一道尼索的部分 那尼索呢其實大家以前看到一些汽車工業啊 就是做一些汽車的圓形啊 或者是做一些圓形式的模型玩具啊 那第一個東西很多人都會用 陶土或黏土 或者是各種土啦 金雕土 木杰土 黃土 或是什麼土 反正都可以啦 這時候一定是不是有人開始問 現在有3D列印 你為什麼不要進3D列印呢 為什麼要做泥土呢 這東西我之後可以排擠好好的來告訴你 其實有些東西是適合做3D列印的 有些東西是不適合的 而3D列印它只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看你適合用在什麼樣的東西上 總而言之訂閱我們 早晚有一天我會告訴你 來 訂閱的符號就在這邊 然後按下去來打開全部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這樣的影片囉 好那於是呢 我們就來進到第一步驟 尼尼吧 好那當你的圓形做完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會用一個小型的東西來開一個模具 為什麼要開模具呢 因為第一個 模具做完了之後 它能夠再把它細部整理的更好 那第二個東西 因為土會裂嘛 於是呢 我們這次就使用矽膠開模的方法 不過呢 因為我們上一台GoPro是GoPro7 GoPro7最厲害的東西就是他媽熱當 所以我們就沒有答案啦 反正下一次會教大家怎麼開模具 好我們開完的模具就長這樣子 好 開完模具的時候 這就是FRP的材質了 這是FRP的聲音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FRP上面畫上這麼多的線呢 其實就是為了要設定每一個點的位置的 X軸、Y軸跟利軸 用這樣子的比例方式去放大 所以呢 依照我們這次的金魚要做到完成體要多大 那我們就用它來等比例放大 所以去設定它的每一個位置的X軸、Y軸、利軸 反正就是像一個電腦繪圖一樣的概念 那下一個步驟呢就是捏泥巴的放大板 它就長這樣子 然後泥巴捏好了之後就翻模 翻模之後長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做完橋的模型之後 做完就是做大 那你看今天正為一個優美環境的狀態下 就是我們要來做翻模 翻模要幹嘛呢 翻模就是為了之後要鑄造 做翻紗的時候所使用的模具 所以就是一樣 這都要自己做 那歡迎各大系列來找我們 做就不做了 我們今天在一個非常優美的環境下 所以大家記得在做模具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一個通風 然後你的房屋措置一定要帶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做模具 上禮拜我們把FRP的模具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送來這裡 就是阿公的所在地 那來這個地方要幹嘛呢 就是我們會把FRP切成一段一段之後 看後面跑到這個沙堆裡面 來去做沙模 那沙模要幹嘛呢 其實就待會我們會把銅把它融掉之後 然後把它倒到沙模裡面 然後讓它變成一塊一塊成型的銅製的部件 然後之後我們就把這部件一個一個焊結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來翻銅吧 當銅燒到一個溫度到了之後呢 上面就會浮上非常多的打紙 然後現在這個動作就是把打紙 洗成一層的網外倒 等到銅的有東西做好了之後呢 就能夠開始到銅了 當倒完銅冷卻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從裡面釣出來 然後呢用大槌把他們的砂紙 跟他的鋼筋一個一個敲掉 敲完之後呢你就會看到裡面的銅 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這樣做的鯨魚尾巴 然後畫面當中這位呢 就是我們的阿強老闆 我們這十多年的好朋友 對 這個就是剛搬起來的樣子 所以它上面就有很多 馬利亞跟旁邊的那個魚尿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會把它切除 然後研磨打磨之後 它長起來會變成大概是這個樣子 在我們用砂磨呢 把一片一片的模具用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下個動作就是把它一片一片燒起來 像這樣子 我用 ultimately用砂磨的 via 有些水泥咖啥 就把你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個火鍋 也要加一點燒上 就把湯水泥刀 然後再加一個火鍋 就不停一片的地點 然後再加一個火鍋 然後再加一個火鍋 再加一個火鍋 讓我們以掌聲邀請金屬雕塑家 許提瑞先生致詞 十多年前 在高東部的二樓的最後一間小吃 有一個衣服不紮 頭髮不剪 每天背著撞球乾到學校 然後其他的風光偽業 因為我的老師現在坐在台下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說 那一年的主任 他會一個一個的面談學生 他跟我說 如果你都喜歡在考卷的背後畫畫 那你不要去念一些有名的學校 選擇一些你真的有興趣的學校 畢業了這個時候 這個科主任他送了我一本畢業紀念書 他在上面寫到說 你將會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留下自己的足跡 加油 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們在這所高中 遇到了非常生命中重要的無數老師 李龍鋒 他在教會我做一個人要的信念 我在這個學校的社團裡面 遇到了一個劍道老師 他叫林聖德 他現在在天之靈 或許會感到分享這個榮耀 他教我 要奮鬥的 求生的態度 和武士道的精神 我認為一間偉大的學校 是他幫助了每一位學生 找到他存在的價值 我想那就是最偉大的教育 感謝我的母校 感謝這個學校 付出的每一位實生同仁 最後感謝我的父母 當年選擇的超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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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介紹我就是以前我們在修羅場 以前咧 我們在小派高中認識的一個叫 林政德的老師 林政德老師是他去打劍道 劍道老師 這個就這邊 在差不多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 然後練劍道的時候 你要打赤腳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地板 我們就是在這種地方 每天要幫他打赤腳 38度的 某油路 然後我也是在這個學校遇到滾刀塞的 就他 我就在這邊被他打到吐血 就在這裡 胡說 打到吐血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好可怕 以前大概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 就是 滾刀塞的 就練拳的在那邊 所以我以前我的高中 大概是禮拜一 禮拜一晚上會被留下來 做那個鬥爭俱樂部 所以我從小的青春期 就是在這兩會 所以他跟階段老師的吹喊一下長大 導致長大之後沒有對手 亂講啊 你看他一開始 完蛋 好 沒對手你啊 下面我們現在以何為貴 就是超人生少年 大家好好做工作 不要打架 沒有沒有 他現在講的對手 不是肢體上面的 是一種 哲學上面 理論上面 思想上面的 對不對 會講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的榮譽校友的行程 那 記得按讚 訂閱 跟分享我們的頻道 然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會再看到 然後超人生少年還有 聖大叔 他好含蓄喔 而且他好像在背書一樣 大家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 這種東西 好 大家要記得 分享 訂閱 還有要 看噁心 開啟小鈴鐺喔 好含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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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以前我們高中 是一個戰鬥力非常強的學校 哪種戰鬥力的 學生的活潑啊 學生熱情啊 然後很常跟學校 別的學校交流啊 對 不過現在這個校長真的蠻厲害的 跟我們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是高中部的主任 然後以前他也有一個 那個綽號嘛 就是 含蓄師 這個人的身上就刻著一個叫做 德高望重 現在校風真的變很多啦 跟我們那天回去 學校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同學真的 就是親切活潑可愛 你們不是還拍了一群 就是 美嗎 假裝 假裝拍我 然後旁邊拍旁邊的阿妹 來提供幾張圖給大家看 然後有一個 打到會寫了 大掰補 聊 個關 有一 頭 香 這裡 傳 cop 這 流 廢 來了 75 咪 水 no 綵 ro